老年痴癌症 有稱認知障礙症又或者腦退化症 是一種腦部退化疾病 但並非一個正常的衰老過程 現時在香港65歲或以上的長者 有一成患上了認知障礙症 每年新增個案多達18,000多宗 估計到了2036年 患者將高達28萬人 由於患者的腦部細胞死亡 導致腦部功能衰退 患者的記憶能力和其他認知功能會逐漸失去 從而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和治理能力 有甚麼正常? 一般人覺得沒有記性 除了沒有記性之外 他認知能力、智力或以前學過的東西 未必那麼記得掌握 性情會改變 表達能力的各樣會退化 有些朋友都會多說 認知障礙症還有一個行為問題 但我們專業同事看起來 有些情況是患者不太懂得表達 不懂用正常的方法去表達 所以便會有些行為走出來 當患者能及早發現 認知障礙症的病症 就可以有效為患者辨別適合的治療方法 因此高坤慈善基金和聖亞各福群會合作開展 流動服務車計劃 走訪全港18區 會懷疑有幾億問題的人士 以及認知障礙症 讓患者提供一站式的免費評估服務 整整整下來 他覺得自己要勞退 有些是坐牢 有些是差一些 他就不知道 怎樣處理 他可以在車上 有個護士 可以評估 讓他知道是否有問題 如果是早期 可以介紹他哪些協會 可以在他住附近 可以幫忙 有些老人中心 可以放在他那裡一天 照顧者可以放鬆 如果是嚴重的 可以介紹他去看醫生 及早的檢查和治療 有助患者和他的家人 有更多時間準備可行的照顧方案 例如安排患者的個人和財政事宜 以及找適切的醫療和社區支援服務 這樣亦可避免患者過早入住安路院舍 作為家人和照顧者 有時面對患者 的確會感受到壓力和無助 再加上患者會慢慢忘記了 身邊的親朋好友 心裏百般無奈 但高太也有句說話勉勵大家 加油 開心些 對那個人開心些 他確認你開心 你假笑 他覺得你開心 他開心 你開心 大家容易做 如果你生氣 敏感 他很留意你不開心 他會變得很猛 他會變得很猛